新國高中呢 新國高中東邊 東邊發展什麼樣子 好多店啊 好多住宅 好多大樓 啊 前後就是新東國中 新東國中 蔡義輝議員 蔡義輝議員 爭取很多機會幫忙蓋新東 新東國中 新東國中 蔡義輝議員 新東國中第一人 念新國高中 念新國高中 要是要是 這條中心路 往前第二條街右邊 第二條街 中心六街路口後面 聯合升學書成 聯合升學書成 以前新國高中學生 叫到聯合書籍買書 買文具 原來搬到這邊了 9個曼野中古輪開線 新的原來關道6東興路 東興路會在新國高中 新國高中的大樓 東邊大樓的東邊這條東興路 前往第2條街 東興6G路口附近 聯合商學需求 這條路 往南可以到那個新寧火車站 新寧火車站有後火車站 今年108年有後火車站 90年代開始發展新國高中東邊這一代 本來都是稻田農田 已經發展成新中文 學期有小學中學 又幼稚園小學 新泰國小 中學 新東國中 然後高中 齁 新國高中 那很完整 然後108年齁 是算 一百年代的後期 發展後火車站 有了後火車站又要發展東邊 發展東邊 工業街往東邊 往東山灣 還要發展新零東區